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有粉丝想看那白菜的做法 今天来分享给大家 一颗白菜表面清洗干净后 对半切开 再从中间切开 白菜每一层撒上一层食盐 3毫盐的白菜加清水 摸个白菜的一半 硬汁10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 腌好之后拿出来清洗两遍 把盐分洗掉 准备一头大蒜 半个洋葱切块 一块生姜 一个苹果去皮切成块 把它们全部放进搅入鸡里 搅碎 准备100克辣椒粉 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辣椒面有弱性 而且颜色还更好看 趁热把盐放进去 辣椒面凉透之后 把搅好的料放进去 再准备一些萝卜丝 加一大勺白糖提鲜 把它们搅拌均匀 把料一层层的投抹在白菜上 涂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辣白菜就做好了 密封放冰箱冷藏两天就可以吃 自己做的辣白菜干净 吃着也放心 辣白菜不仅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拿来炒菜 炖肉都非常合适 想吃的话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嗯 嗯 嗯